哈喽伙伴们大家好 看看我身后的时隔发生了什么 怎么全关了 哇塞 原来啊 新加坡的时隔 每个季度要清洗一次 所以今天啊 又到了要清洗一次的日子 所有的店家全部关张啊 统一清理 统一清洗地啊 消毒物 这样的话呢 就是让这些摊位 比如说滋生了一些虫子啊 蟑螂这些东西 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保证食品安全 下面呢 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该浪巴入这个小贩中心啊 是这个月的6号跟7号清洗工作 所以今天正好是7号 明天就开始营业了 所以大家现在能看到啊 这些小贩全部都是关张的这种状态 平日里呢 都是人头传动啊 大家都在排队买饭 但今天呢 就全都停了 而且呢 用这种网拦着你也进不去 大家说啊 在新加坡对于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啊 这边政府管控的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才有了 每个季度消毒清理这么一次 可以看到这些商家平日里呢 是人来人往啊 非常的热闹 但是包括商户在那个所有人啊 也是希望给大家一个好的用餐环境 卫生的用餐环境 摊主们也愿意拿出一到两天的清洗时间 来让他们的店铺更干净更卫生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上啊 很脏现在 那么他们应该是把这个脏东西啊 全部从那个店铺里面啊 冲刷出来 然后呢 再由人统一清扫 现在就能闻到这种消毒液的气味 说明呢 这个每间食格里面啊 都已经做了这个消毒的工作 不瞒大家说啊 这种食格全部停业 整体一起清洗的 应该是新加坡独有 在我们国家或者欧美国家 像这种餐饮企业 全都是靠自己 店家的卫生程度啊 全部靠自己的良心 当然了 他们也有食品安全评分 比如A B C 那最好的就是A 那最差的就是C 那至于A B C 这三种餐饮企业啊 在执行起来的时候 那完全看良心了啊 虽然政府给你评了A B C 但是真正来说的话 是不是真的安全 是不是真的卫生 那纯属靠良心 因为政府也不可能天天来看 所以像新加坡这样 整体停业一起清洗的 我真的还是投资看到 不知道大家在其他国家 有没有看见过 这种餐饮企业 进行统一清洗消毒的 请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食品安全问题啊 涉及到我们每一个消费者 因为我呢 就经常去小贩中心吃饭 如果他那里不卫生的话 就会感染是各种疾病 所以说就从我个人的立场上来讲 我就要给新加坡政府点个赞 我觉得他们做的太好了 你们大家觉得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